紧接地下来给各位介绍的这一位 我要特别地介绍一下 因为一个歌星在歌坛上受到欢迎 这是必然的现象 但是除了受到欢迎之外 还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怀 和我们演艺同仁的关怀 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这一点以外 她本身还经常地在关怀别人 这是她伟大的地方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泪的往事》 我们用掌声欢迎李佩金小姐 很熟的不同方式 忘不了一朵往事 它藏在我心深处 当我寂寞当我孤独 他就在外的路海起起伏伏 有近的山谷 林间的小路 有我两边间的交付 多少的城门共苦 无数个累积的相处 只要我想起往事 永恒就过满泪处 谢谢 晚安各位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方 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的圣会 � 忘不了一栋往事 易藏在我心身处 當我寂寞 當我孤獨 它就在我的腦海去照顧 你有這個山谷 連這個小路 有我臉平靜的腳步 多少的成功 共度無數的美景的相處 只要我想起往事 迎噴進花滿淚酒 台灣電視公司將在下一部連續劇裡面 為您安排了一部非常好看的戲劇 劇名叫做秋朝向晚天 問您請到的是在我們電影界非常受歡迎的兩位 一位小生 一位小蛋 這位小蛋 那是我們一位非常有名的導演 最得意的門生 那麼就是圖中遜先生 但是很可惜圖中遜先生 因為車禍去世 但是這位小蛋呢 繼承了圖中遜給他的教訓 目前在電影界非常的受歡迎 另外還有一位小生也是鼎鼎大名的 先把他們兩位請到台上來跟他們聊一聊 第一位小蛋 劉佳芬小姐和向雲鵬先生掌聲歡迎 這個尾巴稍微往外拉一點 我想下一部連續劇是二位合作演出 是的 在此地我特別請教一下 是不是已經開始動工了 已經拍了有大概十幾天了 有十幾天了 對 劇情怎麼樣 是不是請二位哪一位講一講 透露一點 透露一點 我們兩個是夫妻 是 有一個雙胞胎 是 但是呢某種原因 我們兩個 分居了 要分居 是 又發生了很多嫌疑的事 是 是一個愛情倫理的一個劇 對 那麼您擔任什麼角色呢 人物的個性能不能講一講 精神範 精神範 剛開始的時候是精神範 精神範 對 後來呢 後來 後來奮巴向上大概是 正常了 對 對 那麼劉小姐 我看你這樣思思文文的 而且長得如此的楚楚動人 謝謝 你在裡面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演一個富家的小姐 然後因為在父母親的反對之下 我毅然的下嫁給她 是 可是 然後 就發生一些家裡 那個 父親的反對 很強烈的反對 所以我們兩個就分居了 這樣子 你對這個角色本人是不是喜歡 我非常喜歡 因為到現在來說 那個富家千金 並不是像普通那種很浮華 也不是很珠光寶氣的 是一個很實在的小一個角色 是是是是 孫妮很喜歡她 孫妮很喜歡她